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每渣一股 我是林志同 这个环节请你Arno 和我们推荐心水股份 Arno 你好 先和大家回顾上周推荐原生态木页 主要因为原奶价格有上升的情况 预计 所以1431是上周推荐的 但相对大市的表现 整周市跌了1% 原生态木页也跌了9% 但我提醒大家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 现在部署策略应该怎样做呢 其实我觉得我又不会特别意外 虽然是明显地跑出大市 其实你买这类型股份 炒一个turnaround概念 炒一个月大价格升 但又要说老实地 月大价格升了9个月 不是说最近才知道 所以最近有个check up point 可能看到蒙牛的业绩预告上 说毛利率可能会因为原奶价格升 所以才触发这个触角 而原生态木页 上次推荐时我说 由低位计 52周低位计是只有1.5% 升了成一倍 所以说股价短期来说 是极度波动的 说股价固然落后 但就算有条件追落后 但在股价这么低残的情况下 股价是可以好错 所以如果部署策略投资建议 我建议是指示价2.4% 其实远远未到 如果真的触碰到指示价 有机会输成2成 但是为什么我上个星期都推荐 因为原因就是 如果是看中 或者市场开始反映到的话 目标价随时可以看到 因为在谷则中也不符合 那是指示价3.5% 这个是指示价2成 如果是指示价2成 其实是没有问题 你预计途中 可能短时间来 都有机会会有机会 亦有机会会互动 正在谷刺到指示价 后才会重新讨计 是否真的看错 其实你讲选择这些高风险股份 最好的策略方面 为什么提及高风险 就是高风险 你会预料股价比较波动 你将会分两次 所以相反地 如果有机会落到2.7元这些位置 可能甚至还会建议沟货 当然看起来实力 如果已经将很多钱扔下去 不会建议这样做 但如果许可的 还可以沟货 沟淡成本 其实你看走势上 都不算是特别差 但短线来说 当然经过这个星期的调整 未必那么快可以上3.4元 但不专止涉2.4元这些位置 其实未来一年来说 这类型上游的相关股份 原生态木业 现代性木业或者说现代木业这类型股份 我觉得仍会有点减少 可以看好人 上周推药与业股 今天周推内势特有 一些汽车零部件相关股份 为何会推这种股份 是不是又有着转回概念 其实转回概念是离得很远的 近期来说 股价先见到它落到6元这些位置 开始存定 其实没有任何转回的迹象 但老實說,你炒Turnaround概念永遠第一步 特別是由它見底開始回升 你沒有任何的跡象顯示 包括之前提及到上星期推出的現代木業 之前提及52周低位,1號5千這些位置升上 1號5千這些位置升上 你看不到原來價格升 純粹市場是先炒定的 老實說,你說內施特是否有Turnaround證明 我都不敢肯定,我也不肯定 但我覺得可以買原因就是第一方面 為何選擇這支股份 這一刻入市,其實老實說 離開經常都是影響市況 最主要都是三個因素 中美貿易,社會運動 和內地的濟狀風險都在 內地的經濟狀況都在 但內施特其實最主要都是受到中美貿易的因素 而中美貿易的因素已經是三樣東西當中 最大機會發生一個利好作案在 如果未來美國和中國能夠簽到一個首階段協議 我覺得股價是有機會再彈到一陣 所以我覺得Turnaround言之上早 但我亦都在推薦的時候 亦都要講一講 內施特其實你留意股價見頂 2017年年尾 中美貿易在2018年年中 才開始正式打 相關風險因素都是2018年年頭 所以很老實地,內施特跌下來 某程度上不單止是中美貿易的因素 雖然美國業務佔比大 但其實事實上就是在環球、全球 特別是內地方面的汽車業 大家會擔心內施特做些什麼? 汽車零部件 如果整個汽車市場是差的 它都有機會受到拖累 但問題是你看一些數據上 都在近期顯示 內地的汽車市場好像有個復蘇階段 美國的汽車市場也開始見到 最近的經濟數據一點都不差 大家市場看法沒有之前那麼悲觀 這個是亦有機會令到內施特的股價 有機會見底反彈的原因 所以這些市場入市本身也是高風險的 我覺得不妨可以再進取一些 要不就不要買 要買可能就薄一點 少住去買內施特這些位置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的 好啊,如果要看看中期業績的情況 剛才說距離轉圈都仍有一段距離的時候 如果看中期業績 是否反映到其實業務表現都很麻煩 簡直是非常之差 其實這上面所有的數字 跌基本上都已經不是一件好事 你見到跌得非常之全面 甚至那個股東應佔日理 跌成三成 撇除一次性因素經調整的EBITDA 都跌成差不多接近兩成 毛利率似乎下行趨勢 都是一個大趨勢 始終反映了什麼 那些汽車零部件的需求都是比較疲弱 所以你在講內施特 如果你是論業績上面 一定是差的 但是你的情況 會不會繼續持續惡化下去 我覺得未必的 而且你見到公司的業績上面 其中一個兩點 就是雖然營利能力是差了 但是這間公司 未去到一個情況 就是持續有現金流出的狀況 在那裡 經營現金流都是一個正數 反映了什麼 生意是少了 但是未至於做一單少一單 整間公司的現金流都是正面 而且正現金的水平 1.8億美元 不算是特別小的 因為你說內施特 現在跌了很多 你看它的市值 180億左右 但這個是講港元 如果你對美元上面 公司的正現金水平不算少 正現金對賠益比率有10%左右 我覺得未來可以接駁一個因素 就是看看它有沒有機會 你會在派息上面會慷慨一些 有個驚喜在那裡 如果你是現階段來說 你看回內施特 股息率三點幾厘 不算特別吸引 但是如果未來整個行業 有個復甦勢頭在那裡 通常這些公司轉動 第一個概念就是 在派息上面會有些驚喜在那裡 所以你說股價 當然我不會建議大家 等到整件事轉動了 但是有個見底反彈的情況 因為始終在說 數據上面是差 但實際上狀況 我覺得未至於這麼悲觀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看看它的地區分佈 剛才也說到 未來都可能有一些反彈在那裡 這幾個的主要地區 是靠哪一部分去有反彈 其實主要是說 最大的貢獻 都會來自北微咒 當然我們之前說 是沒有任何的跡象顯示到 很多時候都是的 未來未來 下次出業績 可能才會見到有個改善勢達 但之前已經升上來 Carnal Run 永遠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是不是完全沒有一個跡象顯示 或者是純粹盲目地搏 又不是的 因為最重要就是看到同業 你說同業 有時候有些指標性在那裡 其中一個同業近期來講 做得好就是德昌電記一出九 他出完那個中期業績 是顯示著3月至9月份的業績上面 他們其中的一些汽車業務上面 我們看到北美有個很大的反彈勢頭 中國地區都有一個止跌的情況 未來亦都可以憧憬來西特 有個這樣的狀況 而最重要的是 北美市場是佔比最大 近期你看美國的一些零售數據上面 普遍都是OK的 雖然最新的零售數據 如果你撇除了汽車 那些 整體表現都是一般的 但是你又反過來看 意味著 汽車的整體表現其實是OK的 所以內西特很多的汽車訂單 其實應該都會有條件做好些 其實內西特有一個概念 就是之前炒起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一些無人駕駛技術 很多公司集中去研發無人駕駛技術 導致很多需要內西特相關的零部件 如果你看到這一刻 其實你看到Uber 很多整體的汽車公司 都是集中做這方面的業務 其實我覺得狀況應該不是真的那麼差 嗯 好啊 剛才提到內西特的業績情況 部分都受到中美貿易談判的情況影響 但是今天市場都夾了差不多300點上去的時候 現在大家又好像有一點樂觀情緒 接下來 是不是都可以帶動3.6個股價 其實我覺得可以藉著中美貿易這些因素抄起 實際上未必太過關心 但是留意近期 這個為什麼說相對比較樂觀 我就是看到 始終你看到美元對利用人民幣 仍然在七算位置 如果你真的在說市況 覺得完全談不成了 爆發一個全面為戰 美元對利用人民幣 會跌到到7.1算流上 或者甚至再跌穿到7.2 跌到7.3、7.4 真的不奇怪的 其實緊結來說 只不過是被特朗冷水潑了冷水 令到市場的預期沒有那麼積極 其實你現在看回七算這些位置 應該都會有利內瑟特繼續做技術反彈 好 又看完 下一版就會看到 仍然大量未投產 但是已經簽了訂單 但是這個是不是 如果投產的時候才會入賬 沒錯 所以其實內瑟特在2017年前 為什麼這麼好炒 最高市度炒到20多元這些水平 最主要原因是 他們設有很多相關的訂單 特別2016年你看到有爆發性增長 當時由這些未投產的訂單 升了倍幾 去到256億左右 260億左右這些水平 你這一刻近期來說 變動不大 即是說它沒有簽很多新訂單 基本上都是用多少簽多少 不會再有增長 但是很老實這樣說 我們都不再期望 它簽大量的訂單回來 因為你其實看回公司 基本上每年的收入上面 都是說30多億美元左右 這裡的訂單 就算未來它不簽多些新的回來 只是做這些訂單 都足夠它做3、4年以上 所以手投訂單本身充足 現在為什麼再看好 就是說 始終說這些訂單 主要用在什麼地方 剛剛就是說 用在無人駕駛上面 而近期你也看到 內地發展無人駕駛的聲音 都是比較大 你說起碼這個行業 未至於出現一個真正泡沫的狀況 所以你是未來 如果這些訂單 能夠慢慢落成範 都在說公司的現金流會在強 而未來有什麼可以刺激的股價 就是衷敬在派適上面 有沒有機會有一個驚喜 所以我覺得 看回目前狀況來說 內勢的確是有條件可以短刷一針的 好 看看它的PE 現在的市盈率大約是6倍左右 但是過往都去過一些很高的位置 接下來的情況 現在是不是PE 都差不多在見底呢 我覺得如果你看看 這個也是建議搏反彈的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近期來講 6元這些水平 都開始有支持 因為其實上市資金 拿去西特好景過的 正如之前所說 在1617年的時候 股價長升長有 在五年的市盈率區間上面 上升到兩個標準差樓上 最高達到18.3倍PE 但是近期來講 真的在說這兩年來講 由最好變到最壞 市場特別對這些 和汽車有關的 都不斷地被拋售 但是這一刻真的不建議再看太淡 而且你看P.E.水平 五年的市場通道推薦 6元正正是落兩個標準差 當然如果你說 未來 大家對於2020年的經濟 看得很差 未來中美貿易又爆發 內地的經濟很不碰 最壞的情況出現 正如今早摩通報告信 大摩訓報告那樣說 最壞的情況 甚至落到19,000 最壞的狀況 當然連6元這些位置都會守不住 但老實說 如果這一刻你入市 你就不是那麼悲觀 你是搏反彈 所以你可以搏它的估值 略為向上下收條 其實你說由於它跌到估值很低差 只要有少少利好因素 譬如中美能夠添成一個受階段協議 或者未來我們見到 美國或者中國的那些 汽車銷售數據 繼續有個好轉跡象 其實修正落到一個標準差 去到8.8這些水平 其實是會有條件 所以這些水平其實是有條件搏一搏的 如果搏的話 那策略又應該怎樣做 其實那個風險程度 不比上個星期推介的原生態木業為低 所以同樣地 最好最好 分兩柱去買 市蝕價也是設到6元 分分鐘會跌兩成的 這些位置我會建議第一手 因為你很難這些位置摸底 但是這些位置第一柱 第二柱就是6.5元這些位置再購貨 就以6元作為一個指示位 沒理由穿6元 穿6元 穿6元應該就是有個很大的改變 是直接看錯的 就駁去相份 正如剛剛所說 修正一個標準差 然後看到8.8這些位置 好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Anno的意見 先跟Anno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及的報告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Anno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的直播 稍後再見 OK